嗨你好吗 我是Vivian 今天我们讲非洲大地上最强悍的动物 蜜欢 如果说起非洲的顶级肉食动物 那当然是非洲一哥狮子和二哥猎狗了 但是呢 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场景 一只小小的蜜欢 硬刚非洲一哥和二哥 在众多顶级食肉动物中 杀个七进七出 毫发无损 我要挑战十个 蜜欢头顶扁平 背上覆盖一层白色的毛发 因此人颂外号 平头哥 成年蜜欢身高23到28厘米 体长55到77厘米 蜜欢生气凶猛 非常的有毅力 为了抓住猎物 弃而不舍 她的人生信条就是 生死看淡 不服就干 因此被吉尼斯世界记录 评为世界上最无所畏惧的动物 有网友富士赞约 平头白发银披风 非洲大地 我最凶 一生都在征战中 唯独不敢去广东 蜜欢的食谱 非常的广泛 几乎是见什么吃什么 除了肉食以外 她还吃一些 浆果和植物的根茎 其中 她最爱吃的是各种蛇类 无论是大蛇小蛇 在她眼里 一律都是辣条 喜欢吃蛇的动物不少 但是平头鸽与蛇搏斗却是与众不同 别的动物呢 都是依靠自己灵活的身手 与蛇周旋 然后毫发无损的把蛇干掉 但是平头鸽的画风却不一样 她也想躲 但是躲不开 别人凭借的是灵活与速度 平头鸽凭借的是扛躁 她的皮肤厚实 坚硬 防御能力极强 一般的动物 很难咬破她的皮肤 更重要的是 她对蛇毒免疫 再毒的蛇 对她来说都是小case 臭小子 虽然被你咬了两口 还是被我给吃了吧 哎呀不好 今天这蛇有点伤头 后劲挺大呀 吃了一半 蛇毒发作了 但是没关系 平头鸽头顶主角光环 睡她两个小时 蛇毒就解了 醒了以后 咱接着吃 辣条旧酒 越喝越有 不光是小蛇 巨蟒碰到平头鸽 也一样成为辣条 视频里 平头鸽被巨蟒死死缠住 一动不动 似乎是已经死了 说谁呢 我就是困了打个盹 平头鸽的皮肤厚实 而且还非常的松散 与身体连接不紧密 即使是颈部被咬住 身体也可以在里面 自由的旋转和扭动 这就使得她很难被杀死 怎么还来两个捣乱的呀 哎呀喂 谁要我骗友呢 还要 我给放屁了 平头鸽趁巨蟒不注意 一口咬住了她的七寸 于是这个可怜的巨蟒 正式成为了两方拉扯争夺的巨大辣条 最终 平头鸽在两只狐狼的骚扰下 不但全身而退 还夺走了那个大辣条 其强悍程度可见一斑 除了蛇类 蜜花还喜欢吃蝎子和蜂蜜 她同样凭借自己皮糙肉厚 异常扛造的特性 藐视一切攻击 无论千百只蜜蜂 如何努力攻击她 万见其发 也阻挡不了一颗吃货的心 直到吃完为止 不能再吃那个太甜了 不 啊 鸣娃 平头鸽为了追一只老鼠 脚上扎了荆棘也无所谓 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抓到了这只老鼠 猎物到了嘴边 却一不留神 被老鼠死死咬住了舌头 人在江湖飘 哪能不挨刀 就算挨了刀 还要江湖飘 这都是小风浪 平头鸽就是这么扛造 平头鸽生性凶猛 无所畏惧 只要是惹到它 它敢与任何动物一较高低 豪猪 油猪 鳄鱼 巨蟹 猎狗 狮子 猎豹 都被平头鸽怼过 其他动物在草原上生活 都是小心翼翼 不停地四处张望 随时观察可能到来的危险 只有咱平头鸽蜜欢 那是藐视一切 挖坑挖得极为专注 一只熊狮靠近都没有察觉 因为他根本不在乎 I don't care 我去 吓一跳 你啥时候来的呀 你挖坑挖得太投入了 伤害性不大 侮辱性极强 我不来咬你一口 怎么当这个一哥 吹牛逼 你咬一口试试 你别跑啊 你来呀 你别跑啊 你有本事你过了呀 你有本事你别跑呀 有本事你过了呀 平头鸽最终是又一次的 毫发无损全身而退 水在非洲草原极为重要 为了获得水源 所有动物都要拼上性命 平头鸽渴了 冒险来到了猎狗控制的水边喝水 马上就有几只猎狗围了上来 你们三个已经被我包围了 别跑啊 等我喝完了水就干你们 喝完了 开干 蜜欢脾气不太好 经常容易上头 一个动物研究机构 曾经将一只狮子和平头鸽 灌在相邻的笼子里 只因为狮子多看了平头鸽一眼 平头鸽立马上了头 你瞅啥 瞅你咋地 上了头的平头鸽 于是立刻挖了地洞 特意过来找狮子单挑 没想到狮子大意了 被平头鸽抓花了脸 这时工作人员赶来 将他们分开 哪知道平头鸽气还没消 第二天又挖了个洞 来找狮子打架 狮子气不过 平头鸽太小瞧自己了 于是奋起反击 将平头鸽咬成了重伤 其实狮子 猎狗 猎豹这些大型的食肉动物 不是打不过蜜欢 他们平时不搭理它 是因为第一 它没有多少肉 也不好吃 第二呢 也确实是非常难缠 不好对付 所以不愿意干这种 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除非是实在找不到 其他猎物了 才会对蜜欢下手 有人说平头鸽天不怕地不怕 脾气上来了 谁都敢惹 活生生的把自己作成了宾威物种 平头鸽蜜欢 平时给人很飙的感觉 但其实呢 他非常的聪明 很少有动物园 能看到蜜欢的身影 因为圈养它的成本实在是太高了 蜜欢是一个越狱高手 有研究人员将它锁在笼子里 关上插销 拧上铁丝 蜜欢竟然能够将它打开 逃之夭夭 蜜欢还擅长打洞 研究人员不得已将蜜欢 关在水泥打造的园子里 没想到平头鸽用石头 在墙角垒了一个台阶 翻墙逃走了 研究人员拿走了全部的石头 平头鸽又用石头 搭了一个高台逃跑了 研究人员控制了水源 平头鸽依然利用一切 可以利用的工具逃跑 木棍 扫把 铁锹 轮胎 最后为了防止蜜欢越狱 只能拉上电网 将安保措施上升到最高规格 平头鸽吃东西也非常有技巧 鸵鸟蛋的皮很厚 上面甚至可以站上一个人也不会碎 蜜欢不容易将蛋咬破 因此它不断地将鸵鸟蛋滚到障碍物多的地方 试图撞破它 或者找一个地方能将蛋固定 然后再将蛋咬破 很多动物对乌龟都束手无策 但是蜜欢却有办法将里面的肉掏出来吃掉 其实像乌龟这种笨重的动物 如果遇到小巧灵活的猎手 一般都是难逃厄运 比如一口能将西瓜咬碎的鳄龟 以凶猛著称 非常危险 但如果遇到灵活的水塔 鳄龟就变成了带宰的羔羊 水塔会从底盘开始攻击 不断尝试将饿龟翻过来 而一旦掀翻 饿龟就成了砧板上的鱼肉 战斗也基本就结束了 包括平头哥在内 各种凶猛野兽都有尖牙力爪 但是遇到人类还是要略去遇筹 非洲大地上就有一群人 穿着人字托 赤手公拳挑逗毒蛇和蜜欢给你看 告诉你 谁才是这片土地 真正的老大 今天就是这样 如果喜欢 请点赞评论转发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祝你愉快 下次见 嗨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讲 王小二这个大傻叉 他是怎么样 怎么样 在没有最二 只有更二的路上 一路狂奔的 你瞅啥 瞅你咋地 你瞅我干啥 你瞅我 我才瞅你 是你先瞅我的 瞅啥 瞅你咋地 他的皮肤厚实 坚硬贼坚硬 那个贱的 能不能好好录啊 你这妈还真准 打了我睫毛上了 人在江湖飘 哪能不挨刀 就算挨了刀 还要江湖飘 你瞅你瞅啥 你瞅啥 瞅你咋地 你瞅啥 瞅你咋地 不行 我就瞅了 就不行 你看那行不行 小鸡蛋 你看那行不行 感谢观看